台湾新增10例的本土个案 其中有6例是嘉义喜宴的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严加下令了 即日起不能够逐桌敬酒 另外台北智慧城市论坛 有一个人确诊 传出因为外宾拒绝裁检 才会漏检 指挥中心就强调了 没有这回事 本土是个个案中 嘉义喜宴群聚感染在扩大 又爆出6人确诊 以传染现场的五桌宾客 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群聚 从22137开始的可能性 相对比21792要来得大 五桌确诊连环报 原因就出在喜宴上 不仅会脱口罩吃饭 宾客又靠得很静坐 喜宴中的竹婚人 还会逐桌敬酒敬茶 传染链相对扩大 但主要这些人 集中在指标个案22137周围 即日起在宴席中 不得足桌敬酒敬茶 吃饭大家起身 大家在敬酒 那口罩也就没有戴 然后足桌 那万一有像有一个 确诊的在里面的时候 那相对的容易 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传染 另外和平医院 有护理师一家三口确诊 护理师上大月班期间 偶遇两名落地裁检确诊个案 一例是美国个案 CT值30可能是旧案 另外一例马来西亚个案 CT值仅14 不排除马来西亚个案 传染性可能最高 护理师也传染给丈夫和儿子 另外2022智慧城市展 原本在南港展览馆盛大开幕 却传出有外兵团确诊 在金华饭店查出一人确诊 八人隔离 那旅客或参与的人员 并没有拒绝裁检的行事 机场防疫机制被质疑 难道出了大包吗 指挥中心汉北市府一查之下 原来是21号上午相关单位 没有将名单交给机场的检疫人员 导致上午入境的17位外兵 全数漏检 好在及时抓出确诊者 若混进论坛之中 恐怕造成群聚感染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汽浑 罗 放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